新股,股價表現異動惹起市場關注 截至11月初,今年上市的28家創業版股份中 有超過三成在掛牌首日錄得較配售價高出10倍以上的升幅 例如在10月初上市的亞細備份軟件 掛牌首日較配售價的升幅高達21倍 不過在上星期二,亞細備份的股價就在一天內大卸超過九成 創業版新股掛牌初期,股價被大幅推高 有評論就揣測,可能是為日後以更高價出售上市地位 也即是俗稱賣殼的活動鋪路 對於這個說法,亞細備份的管理層並不認同 其實我們不是為了拿資金的,其實我們是為了拿知名度 如果你問我私人,我就覺得一個殼買得多少錢 我們絕對有能力,我們做好我們的生意,我們可以賺多錢買一個殼 所以根本就不需要,我覺得對於我們來說也有一點是侮辱 由參與新股市場的會計界人士也都認為 創業版股份股價大起大落,未必與賣殼有直接關係 反而是與新股二配售形式上市有關 創業版公司在雜資方面來說,今日未必是很大 再加上如果本身是一個全配售的罰行 可能使股權方面是有些高度集中 如果個別股權是持有的人 如果對於股價是有些武動的行為 都使股價方面會有比較大的波動 歐振興又認為,除非一間上市公司 完全無能夠持續經營的核心業務 否則要判斷有關公司是否一直學股 其實並不容易 很高興